近期印度空军可真够倒霉的 先是在跟巴基斯坦空战中所试了两架战机 一名飞行员被捕 搞得印度很没面子 现在又自己摔飞机了 真让人开始怀疑印度空军的真实战力 据环球网援引印度媒体消息称 隶属于印度空军的一架米格21 战机在3月8日坠毁在拉贾斯坦邦的比卡内尔市郊区 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 印度国防部巴言人表示 经过初步调查显示 战机很有可能受到鸟类撞击而失灵了 这也是自2月底印巴爆发空战之后 印度空军第一次发生坠毁事故 而且坠毁的还是米格21战机 米格21战机放到现在有点过时了 但在上世纪60年代期间因为作战性能优秀 受到数十个国家的热烈追捧 印度也不例外 一口气装备了不少 可是在实际操控中 米格21却是印度装备的飞机种类中事故最多的 因此被冠以飞行棺材的称号 就拿被俘虏的印度空军中小阿布南丹 所驾驶的米格21战机来说 作为一名老牌飞行员 它的座机由于航电设备 火控雷达等技术限制 无法做到先发制人的准备 因此被巴基斯坦空军打了下来 以米格21这种战机前去执行一线任务 无疑是找此行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印度空军打仗明显准备不足 吃亏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有趣的是 印度把这次米格21坠机事故 归结为飞鸟撞击 就能够看出印度并不想扩大事端 以免引发跟巴基斯坦不必要的冲突 印度这番精子 可能是受到巴基斯坦 释放印度飞行员的影响 双方都不想打仗 当然对于巴基斯坦来说 释放印度飞行员 既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又展示了自家空军的硬实力 还给了印度军方面子 所以在处理任何有关军事问题上 印度还是保持了冷静和理智 并没有再对巴基斯坦恶语相向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双方都是有核大国 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而打起来 尽管印巴双方保持了冷静和制 但从双方空战和印度坠毁飞机来看 似乎印度空军既不如人 甚至有点胆怯 比如2月28日的空袭中 印度出动了12架幻影战机 空袭了一处巴基斯坦境内的小土坡 实际上却只炸死了一只乌鸦而已 但事后好面子的印度却大自渲染 炸死了300多恐怖分子 这是说出去连西方都不相信 为何印度要信誓旦旦地坚持取得了巨大战果呢 这一切都是莫迪为了拉选票而营造的声势 他深知提高人气最快的办法就是打一场漂亮仗 还不会引起敌人的报复 所以才有了2月28日的空袭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巴基斯坦竟然来真的 不但击落印度战机 还火珠飞行员 这搞得莫迪很没面子 此后莫迪一直想找回场子 结果巴基斯坦主动释放飞行员 缓解了对方的紧张关系 到目前为止 印度是有力使不出来 只能不断增加空中巡逻来增加自信心 可谁也没想到在执行正常任务中竟然又摔飞机了 这对印度空军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现在印度空军应该做的是提升飞行员水平 更新空中装备 而不是试探巴基斯坦 否则以后摔飞机的事故会更多 解决DAN 解决DAN Best 解决DAN 解决DAN 感谢观看